1月31號從早到晚 北京三里屯酒吧街 湧進大批民眾 許多人拿著手機 對著酒吧招牌 和街景拍照打卡 因為當天是這條有 二十八年歷史的酒吧街 最後的營業日 1990年代 三里屯是北京外交公寓的所在地 駐有大量歐美人士 在改革開放帶來經濟發展下 酒吧一家接著一家開 顧客以外股人為主 後來還被稱為北京版藍貴方 但隨著商業型態的改變 年輕人轉向大型百貨公司消費 又碰上疫情打擊 三里屯酒吧街逐漸沒落 當時年輕的時候 我們就說消費的地方 它是人家有特點的地方 而我們是很懷念 不希望酒吧文化 在京城文化 或者在首都文化中缺這一塊 我覺得是不完整的 三里屯酒吧街也是許多老北京人 青春歲月的回憶 但官方評估許多房屋結構 已經屬於危險等級 所以在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底下令 所有業者得在期限內撤離 不少道路網友感慨 能和各國遊客把酒言歡的日子 就像北京三里屯命運一樣 被劃下句點 一個時代的痕跡慢慢泯滅 TVBS新聞張正安 李米珍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